各位早晨,我是邵佳儀 觀塘翠平南村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一家五口三死兩傷 死者是女護主 和兩個分別兩歲和五歲的小孩 一個八個月大的嬰兒女受傷,情況危態 消防初步認為起火原因無可疑 已經成立專責小組,巡多方面調查 起火單位火光紅紅 有傷者救出時已經昏迷,有消傷痕跡 兩名分別兩歲和五歲的男童 送到聯合醫院搶救後證實死亡 另一個送到伊麗莎白醫院的 33歲女護主也證實死亡 53歲男護主救出時清醒 她和一個八個月大的女嬰送院治理 出事單位嚴重墳位 現場是翠平南村翠樂樓20樓 凌晨3點多單位發生大火 百多名大廈住客要立即疏散 住在起火單位對面的住戶 見到男護主嘗試救火 拉一條喉去救火 叫老婆開槍 那時沒有大煙 老婆在裡面不知道是否碰到 整個槍飛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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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看熱都飛出來了 你見到冷氣的人 見不到就見到火 警鐘又沒有響 火中的時候沒有響 可以見到 事發單位的冷氣機 是跌到嚴重變形 也有燒過的痕跡 警方就在現場設立了封鎖線 不讓人走近 消防說火警沒有可疑 初步相信起火位置在客廳 正調查起火原因 現場發現大廈的消防裝置 是運作正常的 我們消防人員在現場 也沒有發現到有危險的物品 至於冷氣機這裡 我們都會 我們的調查的目標 其中一樣 除了男護主之外 四名攝氏單位的住客 包括女護主 以及那幾名小童 嬰兒 全部都要經我們救出來 火警中消防出動約60名消防員 動用一條喉 和三隊煙舞隊破舊 大概20分鐘之後 將火救息 無線電視記者 此為止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 組織哈馬斯